尽管下着雨还是要来当航海王 首要任务就是要看懂雷达回波图 接下来感受舵的力道 跟着教练指示开心出航 来小艇码头 它的码头是一个摸字型的 好那我们这边雷达打出来 它也是一个摸字型 用开车的经验在开船 真的距离好远 所以但这个体验非常棒 虽然有风有雨 但是很全新的场景 今天风雨中大家来说 都是有一群很有乐成的学生 对 要不断的练习 还要动竹仙机 才能开得平稳又好 开设水域安全救难挺伐 与动力载具训练的课程 除了响应海洋政策外 更要增加各级学校教师的 水域安全自救与救援能力 基隆人的教师人过去 都有一站做这个无动力载具 今年就接接到动力载具 增加救难挺伐的训练 也透过老师在带领学生的过程中 也拥有这样的一个救难的技能 以及动力船航行的一些知识 这是我们办理这个活动最主要的用意 滬海 青海 爱海 从教育扎根 透过系列活动带动台湾海洋教育 及相关产业发展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